如今提到制造业大厂 你会想到什么 是全自动的流水线 灯火通明的厂房 还是热闹的工厂生活区 制造业大厂不仅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 还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甚至带动了一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 今天我们来到大厂之外 去近距离的观察它如何影响了周边经济 又为其发展带来了什么 这个点已经开始慢慢上人了 开始吃什么 这不韭菜你再拿一串吧 我们变成家烧烤嘛 再来十几年了 08年都在这里 雅铃三号门 对我们一百米远就在前面 我们的夜市基本上你所在市面上能见到的各种小吃都有 什么煎烤烹炸都有 你家要不要拍两个镜头啊 放红 人家做麻烫的 他们家是做砂锅粥的 人家都带着一片都很熟 看一下这个我老乡的手抓笔 这个贴膜的摊也是他的 我们老书人你看一下 都是做小生意认识的 他们有的 出家带口的带孩子的 你想可以做点小吃 维持一些家用 你看他们这个做快餐的 做小炒的 好多人 我是11年来的 我哥他08年都在这边了 都是自己家人 他们负责烤嘛 然后我负责招待买单啊什么的 这个可以啊 这个豆皮挺好卖的 包里面包葱花蒜蓉 做一样 反正我们这边的生意 就是跟比亚黎的经济效益很挂钩 相当于像2020年比亚黎做口罩 那时候就是说解决了很大量的就业 来了很多人 我们这边的商户基本上都赚到钱了 像对面就是一个美发店 做的也都是比亚黎员工的生意 他们也都在惠州买了房 他们比亚黎员工下班之后 洗个澡出来 都喜欢喝个啤酒 撸个串啥的 最常点的像烧烤必点的就是韭菜啊 掌中饱五花肉 像一些下酒的田螺呀花甲呀这些 夏天撸个串喝啤酒是备好的 我们在这个算是从油摆地摊 然后到大排烫 主要是啥吧 你自己做一份事业 能够坚持下去 你像我们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没有学历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 能在大城市买房买车 也全靠自己的努力吧 另一部分也感谢比亚迪 就是说他能跟大量的员工提供就业 我们也因此能够做一份小的事业吧 我的梦想就是说 开几家连锁店 努力吧 相信一定可以 毕业我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如果一家小店的梦想是开连锁 那么已经做到连锁的品牌又有着怎样的规划 本人姓吴 然后熟悉我的朋友都称我为吴师兄 然后我们是一家以小草玩牛肉为主打的这个餐厅 我们湖南人嘛 吃得苦 拌得蛮 赖得烦 可以拍一架炒牛肉吧 吴师兄别的这个不敢说 在做牛肉这一个板块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理性于同行的 然后针对于牛肉的话呢 我还是情有途中的 第一个 我生命中的两位最重要的女人跟牛都有关系 第一个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守牛的 然后我的老婆她也是守牛的 我说这辈子可能跟牛有一些有一些这种渊源吧 如果牛肉上来就教下我了 我就炒一个 要几位啊 上次吗 我们这种定位的话呢 就是开在我们比亚迪这个正对面 因为比亚迪她的这个群众的基础比较大 如果说把这个 把这一关的顾客把它做完了 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基本盘就非常稳了 就是我们店的经常说 她说比较低的这个发工资的这几天呢 就是客人会更多 要么我来炒一份 营发小草黄牛肉的时候啊 我们当时大概前后都试了将近有200多份 换多少油啊多少料啊 是吧 然后呢 有特级的一套标准了 整个牛肉我们下锅的话大概28秒就要出锅 在这个地方生根三年以后啊也多少有一些了解比亚迪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他们现在这种电动的这种汽车啊 应该是在全全世界还是比较领先的 是吧我觉得比亚迪整个的这种战略啊 包括他们的这种高层的这种 眼光啊思维都是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做企业我我认为都是相通的 因为我们吴世兄这个品牌我觉得 还是比较年轻的 啊然后我觉得自己来说 啊创业虽然有有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那我希望呢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能够在长沙拥有30家职业门店 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餐业梦想吧 大厂周边商业的成长从夜市里的小店出发 逐渐发展不仅吸引来了像吴世兄这样的连锁店入住 也在传统消费场景之外 催生出了许多新消费 就是特级来屏山玩然后直到这家店就过来了 怎么知道的 小屋书上挺多呀 小屋书的推广包括如果来屏山玩的话 大众点屏山这家店的店员也听到了 然后听说这边也很好拍所以我也过来顺便拍一下 我们是知道这家店之后才知道这里有个雕塑员到 还挺喜欢这家美好店的 西饭谐音喜欢吧 我们是16年的时候来的 我从09年的时候开始在南山 开了小餐厅 然后后面才过来屏山 然后在屏山后面才开始做面包 想逃离一下城市吧 然后觉得很想要有一个自己 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 然后刚好那个 那天是刚好路过这个园区 然后想说进来看一下 他们就带我来这边 我觉得一看就觉得特别棒 然后后面就过来了 然后面包的话就都在这边了 碱水包吧 我们的一些碱水面包 然后法棍啊什么的 都还挺好的 因为我本身 就是我入行 餐饮行业 也是因为自己喜欢嘛 然后就自己网上看一些东西 然后就自己做 现在在出炉 吐司 应该有一点点咖啡的味道 咖啡然后椰奶 咖啡要去看一下吗 二楼 很多人 然后这边我们会卖一些 就是我 自己去二手市场 逃来的一些餐具 对啊这些都是 就很漂亮 然后 但是它这都是二手市场 我会觉得 我首先我是热爱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每天其实是乐在其中的 因为在在平山这个相对于深圳来讲 比较偏远的地方 然后 就可能 不会说 那么的卷 就我还是觉得可以 可以更多的是去享受 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快乐 但是 如果说真的从经 从经营方面 那 其实比亚迪这么多人在这里 那肯定是 它是一个很稳定的基础在这里 然后因为我这么多年 在这边认识的 比亚迪的朋友也很多 其实现在大家就是 已经七八年了嘛 就像老朋友一样 就是 可能我来的时候 他干住着比亚迪 然后他现在也还 还是在比亚迪 还是我的客人 对啊 这种关系还蛮微妙 我觉得可能 我们更多的应该算是精神消费 可能我想给到大家的应该也是 这个 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 虽然说 面包是一个载体啦 但是我还是想说去传播一些 更贴近生活的东西 就是草地啊 树林啊 然后 刚好我们这边是西边 我们每天都会在朋友圈 分享 看到一些好看的西洋啊 这种东西 会觉得 可能是 大家在都市里那种忙碌 之外的一些 补给吧 从传统消费到新消费 商业的聚集 不仅改变了厂区周边的面貌 创造出新的机会 拉动了经济 甚至还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环保东路是贯穿我们长沙东西的一条路 在十年前 这个路 才刚刚拉通 大概应该是在 一零年之后 也就是我们比亚迪入住之后 我们的人流量激增 我们 以前只有一些 加盟的那种小店 还有一些 就是那种夫妻店 后来呢 他们随着规模的增大 都变成了企业 今天你们选这个点也不错 你看今天在这里 你生意就是 这就算 比较不好的 你看实际上因为也确实 今天也这个温度也 也低了啊 要跟平时的话 确实就生意非常的好 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比亚迪前面 就生意很好 我们觉得说如果对这个经济的带动 应该我自己感觉 除了比亚迪员工的消费之外 也带着我们整个周圈这边的整整整体的消费 我是2006年到了我们当时还叫洞宁镇 我们现在所 你现在所看到的区域 当时都是水田 然后他给我们这边最大最大的变化 就老百姓确实创收了 增加的一些就业机会 然后也有 从普通的这个这个民房 住进的楼房 自己的这个整个家庭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 这是我们这个 附近最大的变化 这个小区这个老居不一定成的 80年年在这种地 大概是20年就比亚迪诊收了 诊收 我现在去了伊北老师我病房的 那已经比较矮小的房子 现在去高楼大厦 那肯定很散的很高兴的 现在现在在家带生子 上一年比 学年班学金班 制造业大厂在带动区域的发展上 一方面带动了商业的成功 另一方面也改善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如果还有更高的要求 那就是对产业发展的推动 这个就是车磁场的全景 现在的这个车磁场 包括香港和澳门的一些 做 汽车 智能网联的一些企业 也都主动 跟我们对接 希望能够在他们的一些产品 能够在这里进行测试的验证 再过半个月 这里就会 脱胎换骨 发生很大的变化 投影以后呢 也会成为整个 越高大压区 目前 唯一的一个设施场 比亚迪是 很早就在 平山布局的企业 唯一一个辖区的龙头 企业从产业带动的效应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首先是 我们所说的三电系统 电机电控电池 那么究竟就培养和成长一大波 包括您看 比亚迪周边就有这个星座邦 他是做这个 电池的电子业 目前市场份额 稳居 全球的 前两名 比方说他们 还有一个做电池 政府级材料的 叫贝特瑞 贝特瑞的研究院 也就是在 咱们 咱们品山 你比方说带动的 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 下游的 包括充电桩的 一些 这个就叫综合楼 综合楼 包括未来的很多一些 实验室 保密车间都会在这边 我们规划了有30个 保密车间 原来只有三个 比亚迪提出不够 我们也加了很多 所以是结很多修改一线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信息平台 包括三区五平台的整体的管理 比亚迪的这个总部是在这 这是他们六角大楼 包括他们的测试场地 是在这一片 从这里上去 这里有一条路 是高快速路下来 总共大概是 十多分钟车程 就可以到我们整体的 封闭测试区这里 公共设计区位于平安区的最 最东南侧这个部位 距离时间还是非常方便的 也是旧经为了 龙头企业服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旧设置平台 那么从 从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这个 智能网联相关的这个 龟商的企业 从20多家 发版到目前已经有100多家 产值的规模 也是不断地去壮大 那么形成了在平安区 从 研发到 制造到销售 一体化 都能够形成 闭环的环节 那么去年 我们区的 GDP 增速达到了14% 那么 这里面有比亚迪重要的 支持 特别是今年的上半年 平安区的GDP的增长 达到了 22.3% 那么据我了解 这个数值是在全国都是非常高的 那么同时 今年上半年的 龟商工业增长值达到32% 这里面 也 从比亚迪 包括他上小企业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就是说比亚迪 他不光是说 直接带来几十万的就业人口 他其实 他带来的 间接带来的就业人口 其实也很多 就像我们这人也做微小餐饮的 所以说 比亚迪 从03年到2023年 一直坚守着这个行业 所以他也取得了这个巨大的成就 虽然我们不能够跟他 就跟比亚迪就比 但是我个人来说在餐饮这个板块 也是还是有一些餐饮的梦想 我觉得我坚信 只要有自己的梦想 然后 持续去走 我认为肯定会 还是有一些成绩 成绩的 因为我毕竟在平山的话 其实 没有说有朋友啊 有朋友的基础 或者是什么样都没有 那就是完全还是 靠比亚迪的客人在带着我们 通过引进的比亚迪 我们带动了我们周圈的这种商户经济 给他们一个 发家致富 然后 发起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舞台 平山区作为比亚迪 汽车工业的总部 那么也见证了比亚迪的 发展和壮大 从100万辆 到200万辆 到300万辆 到500万辆 我感觉 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创新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